晚上咱们约了个女同学吃饭 先来找个地方住下 这条件40块钱就能住一天 简直极表绝美 可比咱们之前住的那些挂臂 床卫尔青旅要强太多了 一人一个隔间 还有遮阳帘 主要是它里面的空间 相当的大相当宽敞 虽然说了这么多 不过最后咱们还是决定 要去开一个上好的体面人单家 豪华大床房 消费一百多 主要是它有独立卫生间 咱们可以在里面美美的洗漱一番 晚上见女同学 可不能丢了面子 这个姑娘不是我前女友 她是我那九江的大学同学 家是景德镇的 咱们之前跟她关系挺好挺近的 这回来景德镇 以前的朋友只跟她说了一下 整个房间都不错 除了没有电视 目不所谓 现在都玩手机了 谁看电视啊 玩个游戏还能挣点金币呢 在房间里面休息了一会儿 又美滋滋的洗了个澡 整个人香吞吞啊 清爽又帅气 咱们先出门啊 吃点东西 休闲娱乐一会儿 晚上跟她约了 是在附近一个文化街区里见面 那种文创园嘛 景德镇就是这种地方 特别多 文艺小青年的最爱 咱这个女同学啊 瘦瘦小小的一个男方姑娘 长得还不错 之前我因为性格原因嘛 没有什么女性朋友的 也就是跟她走的相对近一点了 因为她这人比较大方开朗 这都大下午了 还没吃上饭 出发之前先来路边 找个美滋滋的牛肉炒粉吃一吃 味道还错过干干香香的 不过确实不便宜 这一盘要18倍钱呢 出门在外 真是每时每刻都要高消费啊 没有办法 穷家富怒穷家富怒 出门再不花 那什么时候花呀 毕竟嘛 只要是敢出门 那就是还有钱花 打了个上好的网约车 看时间还有七八分才到 咱们的网约车也已经到了 赶紧美滋滋的坐上车 去赴约咯 好久不见 还真有点想念 毕竟也是曾经的好朋友啊 他现在好像工作也不错 身在稳定 只是有点毛 他周末的还得晚上才能跟咱们前面 看见这一群年轻有活力的大学生啊 真是忍不住怀念我们想当年 这个文创园里 因为今天有个这种集市嘛 所以人特别多 集市上也没什么别的玩意儿 景德镇就是瓷器 瓷做的任何东西 如果不是没人用 甚至连卫生纸 都能给你做瓷了 这地儿是之前一个老姚 常改建的 很有味道 之前刚开的时候 他这个女同学就约过 一起来这边逛逛 不过那时候光顾着传恋爱了 也没管他 这一晃都六七年过去了 才终于有机会再次相约 他下班还早呢 所以咱们先坐下 美滋滋的喝杯小苦水等着他 大学生真好 大学生活虽然不好 但是大学生年轻啊 真的 以前生活是真差 还没干日节的时候有钱呢 喝了两杯小苦水 嘴都喝麻了 老朋友才三上来迟 一问他是下班后 先去锻炼了一番 才过来见的咱 衣服都还没换呢 当然这都无所谓啊 太熟了 什么衣服不衣服的 不重要 根本不重要 前面后我说 咱要不找个安静的地方 坐着聊聊餐 他说好啊 我坐在那边 有一家不错的咖啡馆 来 我请你 得了 第三杯 美滋滋的续上了 今晚就主打一个精力师徒 刚坐下他就问咱 怎么样 今天找到前女友了没有 我说没有 这大海捞真的要见到 那几率太小了吧 他说 我好像知道他在哪上班 要不然我托人给你问问 帮你把他约出来怎么样 我说不用 要是能碰见 那还有意思点 说明缘分还在 特意找那就太没意思了 再说我真想找 那也用不着你啊 他说怎么 你看不起我 我说不是 这样的话对你太不公平了 走吧 带我吃个饭去 晚上没吃饭了 他听后认不住赞美道 嘿你还真是个好男人啊 不过我现在晚上不太吃饭 你要是饿了 我带你去 然后他就带着咱们来到了附近 一个吃宵夜的大台当里 美滋滋的点上了几个菜 要不说女人的话不能信 这就是他说的一般晚上不吃饭 从这个镜头里倒也能看出来 满美差异 我用碟子吃饭 还用碟子放垃圾 虽然每一样他都说请我 不过他最后全是咱们逃的钱 吃完饭后还去找了个态势按摩 美滋滋的休闲放松了一份 老爷们跟姑娘戳 要是你的花钱那是不存在的 再手那也不行 休闲娱乐过后 就把他送上车回家了 哎呀 这个结果是不是跟你们想的不太一样 那还能有什么剧情 一天到晚你们在想什么 都说了是朋友 而且都大了 这才叫预改对花同在鞋 宗子四少年有 这堆破房子跟七八年前 一点区别都没有 那为什么青春会没得这么快啊 今天咱们来了 上大学时候女朋友的学校 我想来这看看 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就是想来这边看看 睡醒就从室里赶车过来 饭也没吃 赶紧买点东西 先垫满一下肚子啊老哥们 美滋滋的整了一杯上好的绿豆汤 南方好像就很流行喝这种东西 然后再消费六元 整上一个梅干菜肉饼 美美的一吃 我得留着点肚子 一会吃点有回忆的东西 然后再去附近随便开个房间 回忆得做全套的不是吗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啊老哥们 虽然随着时间的变化 什么都变了 物是人非 可是学校门口小旅馆的价格 这是多年如一日啊 1516年的时候就是40块50块 现在还是4050的 看来大学生穷 是永恒的真理啊 这倒也公平 年轻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 你也不能什么都不用用啊 把东西放好 简单搓了把脸 走吧吧哥们 咱们找回忆一下 这一段路程实在想不到什么话 来形容我当下的感受 念一段歌词吧 这条旧路依旧没有改变 以往的每次路过都是晴天 刚才不是说吃点有回忆的东西吗 我告诉你啊 就这里面有一个这么大的包子 可好吃了 走 我带你们尝尝一下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包子 它这里属于一个大学城 是对外开放的 不过很厚话 只有一个大学 再次走在这条路上 好远好长啊 走着走着 把我的期待都给走没了 以至于等咱们到地方 发现那个卖包子的小摊 已经不在之后 竟然也没有感觉到太多的失落 好像它本来就应该不在 老板还给咱们推荐 我这个小笼包也很好吃啊 来一楼尝一尝 呃呃 它还是不吃了吧 不吃还能记得一点 吃了就全忘了 这里好像什么都没变 看来有什么都变了 这熟悉的陌生家 也会让人特别的抽离 一个成型的建筑群 十年八年代 都不会让它的形态有任何变化 可人不会啊 沧海桑田物是人非 碎碎年年花相似 年年碎碎人不同 如今再说起来这种事情 早就没有伤感难过之类的情绪了 今天咱们聊的东西叫遗憾 得了得了 今天等我没来过 咱们从头开始 嗯 刚才不是说吃点有回忆的东西吗 我告诉你吧 就这里面有一个这么大的包子 我可好吃了 可是我今天不想吃 走 咱们吃点别的家 一个破包子 它能好吃到哪去 再说我根本就不喜欢吃包子 这么大个美食街在这摆着 一个人回忆以前的包子 是不是有点想不开啊 哦呦 这个包子看起来不错呀 五块钱一楼 可以每次买上一楼尝一尝 原来这种包子 不是只有那个地方有啊 嘿 找找不到碰碰见了 找个地方坐下来尝一尝 形状大小是没错的 只是味道应该会有所不同吧 毕竟有些东西 它不太好被替代 不过 好像可以超越啊 这个包子比以前那个食堂的好吃多辣 嘿呀 被这净我还以为它有多特别呢 隔着又怀念又想念呢 曾经我还以为这些东西被替代不了了 原来出门着转就能碰见更好的啊 这个包子是真的好吃 一整盒还没等面上来就已经吃完了 那赶紧的 再美自私的去买上才一楼 哪有什么忘不掉 还不是没碰上更好的 别嫌我说话残酷啊老哥们 这么多年了 真没遇见过哪有忘不掉 哎呀 我心里有个神爱的女人一直忘不了 那你出现高远呢 如果不行 人害怕的从来都不是失去 但是没有更好的能替代 残酷吧朋友 可人性它就如此啊 失去本身的意义就包含了要遇到更好的 什么崇一而终其实也是个伪命题 哎呀我太喜欢我这个苹果叉了 真好用 不会换 根本不会换 你给他这苹果十四pro magas 严重来一击 你看他给他给你换 所以啊 不要期待别人的忠贞 想要一直获得青睐 那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停的提升自己 哇操 是不是没想到我最后的点要落在这里 害你妈挣得了 人能依靠的永远只有自己 打铁还需自身影 在爱情里面 他一时再说了 就琢磨爱这个爱那个 没意思 被你最困难的时候 最爱你 你爱谁就这个 这次跑到警门镇来 见前女友这件事 也算是有头有味的结束了 中午再给老同学一块吃顿饭 就要出发回酒疆了 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 自己这样做对还是不对 到了饭店高座下 老同学就迫不及待的问了 怎么样见到了吗 我说见到了 你们都聊了啥 我没跟他说话 那你见他干什么 就是看了他 啊 你废这么拉地 跑这么远 就是为了看他一眼 呃算是吧 那你徒长 为了浪漫 哪有 其实要不是为了故事的完整性 我连最后远远的看着一眼 都不是很想看的 只是远远的看着一眼 就已经让我很失望了 可别再说话 毁了我记忆中仅存了一点美好了 行不行 再说了 我现在想知道的都已经知道了 他现在工作不错 有个闺女 老公没啥出现 个不高有点丑 露出十年绝对涂顶 看面相就有狡气 甚至还可能口臭 而且这辈子都不会有什么 飞黄腾打的可能性 嘿呀 我觉得这简直太好了 不能更好了 难道现在我要跟他见面聊两句 最后祝他幸福吗 呸 想屁吃 就这样 到此为止 画个圆满的句号 我就走了 回学校 对于这种感情比较深的前任了 我还是一个相对正常的男人 咱是真心的希望他幸福的 但也是真心的不希望他过得太好 清贫而幸福 是我对你最美好的祝愿 多一点都不行 你要是过得又好又有钱 那此理证明我真的很差 妈的不行 绝对不行 反正我对你的祝福只能二选一 他们太圆满了 我接受不了 要么就是有钱但渣男 要么就是爱你但平穷 就是他可以超越我 但不能全方位的超越我 这估计是全网最实在的分手语了 高铁到站 咱们也离开锦德镇 来到了九江 这也是彻彻底底的 给咱们那一段不圆满的感情 画了一个不圆满的句号 出火车站打辆车 去那个咱们生活了好几年的地方 哎呀 还是那么熟悉 就这几个字 我一看见就会 啊不行 这是条件反射 肌肉记忆 看见这四个字 我就想睡觉 好多年没回来 这附近变化还挺大的 看见前面那条路美 如果按地理方位来推算的话 原来我睡的地方 就是那个绿花袋 没变的是学校门口 这个小吃街啊 依旧生猛 不仅人依旧的多 而且连小摊都没太变 就这个梅干菜肉饼 一下把我拉回了六七年前 好难第一季第二季 我不知道还有人记的那个时候吗 当时最快乐的事情 就是星期五的晚上 还是星期六晚上来着 美滋滋的来到这条小吃街上 买点麻辣烫啦 饼啊 水果啦 然后颠着回租房子的地方 守着电视 看跑男 现在听说最初的宝墙 已经被昆昆平屏了 哎呀 真是多一眼看一眼就会爆炸啊 因为刚才被学校门口那几个大字 催眠了一下 现在确实很困 得赶紧找个地方休息一番 就直接在学校对面的商业间里 花48元开了个豪华大厂房 这次的豪华可不是开玩笑的 我带你们去探餐 是真的豪华 一进门都把我给冲呆了 原床 独立卫生间 落地窗 有空调 布室房 对 48块钱 最骚的是你竟然能开到一个布室 就是说 如果任意的话 这一间房能够两对 而且还能做到护肤打扰 保证一只 AA小真正十二百 哇塞 好生逍遥 好舒服啊 在一个没人认识的城市 开一间这种破破小小的宾馆 把门锁起来 这个感觉好舒服啊 不影响任何人 也不会被任何人打扰 这就是一个自在 赶紧的赶紧的 在咱们的豪华大床房里 美滋滋的冲着凉 困了就睡 饿了该说 能做自己的感觉真好 男人的快乐真好简单啊 就是找一个这样的地方 把自己关起来 哪怕什么都不干 会会感觉特别的爽 一觉从下午 直接咪到了晚上 下楼下楼 饿了吗 找点东西吃下楼 美滋滋的整一顿 带有回忆的晚饭 然后再去美滋滋的上个碗 这种生活是真的逍遥 十块钱两杯的上好西瓜汁 先给安排上冰凉清爽 然后再去买碗热乎乎的南昌水煮 这个搭配就叫极度的快乐 虽然看起来很简陋 但是我很负责任的说 这不重要 可就是这种极其简单的快乐 在少年狼长大成人之后 又有几人能轻松获得 这不是在爆料 普天之下 无一轻松逍遥之人的道理 你我都明白 只是感叹 如此简单的快乐 对于局中之人来讲 竟也如此的难判 忍不住在这想问一句啊 这人生一场 少年狼呼声入局 在咱们48块钱一天 开的豪华富士情侣原床房里睡醒了 我是在这边上了大学啊 这回咱们回来看看 再次感受疼挥霍的昨天 和许多年前的每一天一样 睡醒就到中午了 咱们美滋滋的起床出去 整点饭吃 之前在这一块生活的时候 看见眼前的一切 都感觉稀松又平常 这次故地重游 一想到上回吃这个肉夹馍的时候 已经是六七年前的事了 心中还是不由得会唏嘘 赶灿往事如烟 我的青春不知道是不是快没了 但我知道总有人的青春 在刚刚开始 美滋滋的消费七元 整一个上好的肉夹馍 以前上学的时候 就挺爱吃他家的 还有旁边这个山东正宗杂粮大煎饼 但是说实话 我作为一个山东人 第一次吃山东正宗杂粮大煎饼 是在江西 来吧 老哥们 吃午饭了 除了肉夹馍 咱还要了一碗半粉 跟一笼小笼包 吃完之后 在美滋滋的去网巴 开心娱乐起来 之前咱就是这样过的 这回回来 是要找当时的感觉 那必须还得这样过 不过美宗不足的是 这两天也不知道 是因为感动太多 休息不好 还是情绪波动太大 我感觉自己有点病了 就是有点鼻塞鼻痒 流鼻地 脑袋还懵懵的 在网巴里玩了一下午 怎么打怎么输 美滋滋 还是得劳意结合啊 咱们玩累了 去医务室看点药 吃完接着玩 有道是凌晨睡啊 中午起 延往跨往好身体 就多年如一日 这种规律的作息 让我深刻的明白 今天的病 如果不及时干预的话 可能会往很严重的方向发展 所以咱们必须得及时自救 大夫说了 咱们这是风寒感冒 那应该怎么办 那就使用最物理的办法来解决它 热水池子里面泡一泡 美滋滋 消费49元 团购了个洗澡房的门票 老哥们 咱们可不是为了凶险 这是为了吃鞭子啊 泡了一会儿 果真通透啊 现在咱们都已经浑身出汗了 美滋滋 再来接上一杯上好的热水 凑着热乎劲 把这三里药往下一吃 嘿 您猜怎么着 辞了 要到病毒 洗完澡之后 确实感觉清爽太多了 那就反程继续开始 我们曾挥过的昨天 晚上的时候 雨也越下越大了 南方嘛 倒也正常 时不时的就给你来一阵 晚上的话 咱们就简简单单 整个糯米饭吃一吃吧 这个东西我也是第一次吃 之前在网上看到过 好像是一个贵州的小吃 那咱们来一个尝尝 味滋滋 酱油拌的糯米饭 然后里面加上各种各样的配菜 还有辣椒 最后的点睛之笔 是一堆油渣 听网上说 这个东西是又脆又糯 又咸又甜 十分的纠结和多元化 像极了人性 我是挺喜欢吃这种糯米做的东西的 之前在九江上学的时候 我天天都要吃那个糯米包油条 那时候我 19岁 时间真的好快啊 回想当初 我还是个长发飘飘 穿着白衬衫的少年 还是个那种 听到别人说 你要学会放下的时候 会冲上去跟别人争辩反驳道 都是你这种懦弱的心态 才会把重要的东西 都一点点弄丢啊 可现在才听到这样的话 只会点头负荷道 对啊 失去的才是人生嘛 朋友 人生中有些路 注定是要自己走过的 把所有能弄丢的 都弄丢之后 剩下的是什么 那就是什么了 我这会儿可能脑子 还是不太清楚 吃个糯米饭团 又点了碗炒饭 这种主食配主食的搭配 这样人满足到有点害怕 来吧 吃吧老哥们 吃饭好 吃饭就能变好 这就感觉 去哪里的一步 海贝王呀 弄飞受伤之后 都是要大心态 吃完就好 吃完之后 并好没好我不知道 反正我现在的感觉就是 这辈子都不想再吃饭了 我头两天听到一句话 他说的是胃 是情绪气光 只要是能吃 你就能解决90%以上的烦恼 正在饭后一支烟的我 这一刻 有点自己解释这句话了 走吧老哥们 吃好了 让咱们再次去感受 成灰火的昨天 轻松一点 只要还能吃 一切都好 失去的东西 那就他失去吧 将他化成大雨 叫做在回不去的街吧 就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东西 秋天我们的日子 若干言后也会如言